焦黑的外观还能看到龟裂的痕迹 这里是保安宫旁的金炉 拥有上百年以上的历史 也由于时间的影响 出现风化损毁的情况 在庙方多次维修 还是没办法完整的修复 因此庙方开始募集要重建金炉 议员林友宏希望大家能多多帮忙 超团客酒保安庄 是我们南大冠第一间的寺庙 现在是因为经过几个历史的中间 尤其在庙里 现在还要一座庙庙 金炉也已经很久了 所以地方的官僚会发起到 中间金炉的外观 我们来跟五湖王爺 客酒保安庄来来参与的时候 可以来跟五湖王爺帮忙 由于保安公是地方民众信仰中心 因此会有民众上香燃烧金子祈福的需求 而现在环保意识的抬头下 这次重建金炉庙方希望以环保炉为主 让民众燃烧金子祈福的同时 能减少产生的空气污染 达到环保永续的目标 金炉有了 有时候有点变了 但是现在人们主要环保 这个以前做的也没有环保 我们现在就要做新的 我们也要做环保楼 议员李永宏表示 目前重建金炉资金募款已达到五分之二 还有五分之三的目标 也请大家能够多多乐捐重建金炉 拥有上百年历史的草屯保安宫 重建金炉能够保存地方信重的信仰 并让庙宇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还能减少燃烧金子所产生的空气污染 明日新闻蔡影杰草屯采访报导 而且我们下一个重建的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一个重建文